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正式施行 对高空抛物的责任承担问题进一步细化 事实上,近年来高空抛物、坠物事件时有发生 但因抛物者难确定,使得事后追责变得复杂且棘手 这也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 而上海京山高新区乘运中心就通过积极推行高空抛物AI监控系统 实现对高空抛物行为的AI智能检测及实时预警 让高空抛物源头现出原形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系统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多重AI算法迅速锁定抛物源头 并提醒相关人员及时处理 这个算法的话,它会及时对我们这个抛头物体进行一个捕捉 同时也会联动产生一个告警的图片、记录像 我们也会通过不断的系统识别学习 还有我们技术人员也会进行一个人工纠错 来提升我们算法的精度 从而确保我们能够精准识别抛物行为 据了解,该高空抛物摄像头具备24小时不间断监控高空的能力 同时,该摄像头采用大仰角方式安装 不会拍摄到室内场景 与传统监控方式不同的是 该系统的摄像头在日常状态下不会主动进行录像 而是采用了一种更为智能的触发机制 采访中,家住金山区运河家院小区的居民余大姐告诉记者 他在该小区居住有6年了 自驾的楼层就时常会出现被高空抛物的情况 该小区自今年9月初启用高空抛物AI监控系统后 已破获多起高空抛物事件 居民满意度明显提升 社区治理也更加高效 这个系统它可以定位到哪个窗口扔出来的 那它对于我们的帮助就很大了 我们就可以这样有图有真相 可以找到这一户人家 然后我们去教育 开展这项工作都比较方便 接下来高新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居民实际需求 逐步适时推进试点安装工作 并将系统进入沉运中心大屏 不断提升算法精度 以溯源治理守护居民头顶上的安全 事实上 中国民事和刑事法律 对高空抛物行为有明确的规定 尤其是2021年增加了高空抛物罪 情节严重者将面临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此举虽然极大的震慑了这一行为 但并不能根本不决 高空抛物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其实法律对它已经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规制 但在司法实践中 其实最难的是取证和确定这个抛物者 高空抛物AI的这套系统 是正式解决了这个痛点和这个取证难的问题 并且它这个即时反馈的这个机制 也是大大增加了这个法律的威慑力 让潜在的这个违法者 知道他们这个行为将会即时被抓住 并且是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